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将这个demo1制作到了这个app的这个区域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制作这个contact的区域 联系我们这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区域该如何来制作 好,那么它呢其实和我们第一屏这里的这个效果呢是一样的 大体效果 首先呢是一个背景图片 这个大的容器里面呢给它一个背景图片 然后呢给它一个滤镜层 然后滤镜层上面呢分左右两栏一比一的这种分栏三个系统 好,然后呢再来这个使用这个表单和这个段落呢 来实现左右的这种效果 好,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首先我们将这个atmutter这种文档呢 格式呢给它这个写出来 好,首先写一个这个sexy sexy tln 好,然后给它一个这个edit 等于这个contact cvn 好,contact 然后在这个导航上面呢给它这个加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区域啊 好,contact 首先呢给这个contact里面呢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样式对吧 样式需要加什么呢 加背景对吧 背景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图片 好,背景图片呢 看一下在这里 好,复制一下 复制到这个项目里面去 那么它是一张地图的这个截图 点击OK 好,然后呢 选中这个contact 进号contact 给它一个这个background uil 呃,是什么呢 是上一集目录里面的amgs下面的这个contact 的-bg 好,然后重复方式呢 不重复 dorepart 好,然后呢 背景图片的这个size呢 给它说一下cover 好 然后我们再来想一下啊 之前说过的 那么整体都是使用的这个白色 对吧 除该特定的 那么都是白色颜色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给它 在这个contact里面呢 加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加一个文字颜色 文字颜色呢 是这个ff 好,白色 OK 然后再来刷新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 没有效果 那么 给它这个 加一个这个 先加一个高度 调试高度吧 算是调试高度 来看一下 好 500个相处的调试高度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背景图片呢 就已经加载出来了 OK 好 加载出来之后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这个 什么呢 变暗的效果 对吧 就是我们的滤镜层 好 滤镜层呢 这个好做 我们直接在这个 文章里面 对吧 结构里面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dav class呢 等于我们之前 之前使用过的什么的 滤镜 对吧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 OK 那么这个滤镜的效果呢 就出来了 好 变暗的这种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使用三个系统 来布局左右两栏 好 dav container dav class等于这个row 然后左右两栏 dav class等于cul r-md-6 好 再用一半 好 然后复制一个 先来看一下左栏 那么左边的话 首先是什么呢 是一个这个标题 然后是这个一段文字的这种介绍 然后再往下呢 是这个地址 对吧 好 首先标题的话 我们用这个h2来写 我先把这个文字呢 复制一下 好 下面的这个介绍文字 好 先写这个h2 h2 那么联系小麦对吧 联系小麦 然后下面有一个p-download的介绍文字 好 文字内容复制一下 粘贴 好 然后呢 下面是什么呢 是这个联系的地址 对吧 联系地址 好 那么我们就使用一个 这个还是使用p-download 但是呢 我们在p-download里面呢 外层给它加一个这个advice 好 那么这样呢 让这个文档的这个语义呢 更有这个结构性 对吧 好 语义化 好 还是p-download文字 首先呢 是这个联系的地址 好 联系地址呢 是这个成都市高兴区 天赋软建源 D-11 好 然后复制两个 第二个呢 是这个联系电话 好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邮箱 好 那么这就是左侧的这种基本结构 来刷新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左侧的这种图标呢 给它加上去 好 图标我们找到之前讲过的这个中文网里面 有一个这个组件 好 组件这一栏 好点 逐件这一栏 我们找到对应的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信封的 对吧 信封的话 我们就给它加到这个邮箱这里 好 邮箱这里 span class 好 然后呢 是这个联系电话这里 联系电话这里的话 我们就去给它找一个这个电话的这种样子 对吧 电话的这种效果 找一下 电话 电话 这个把它提出来了 在这里 这里有个这个电话 对吧 有两种效果 好 我们复制这种 span class ok 然后那是这个地址 地址的话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里是所有使用的什么效果 地址是一个这个首页的东西 class 然后下面联系小麦这里呢 还有一个这个直飞机对吧 还有一个直飞机 好 直飞机找一下 直飞机 好 好 在这儿有个直飞机 传送对吧 飞机嘛 这个飞格传输 好 span class ok 然后呢 再来刷新 看一下效果 准理一下他们的这个显示效果 准理一下这个显示效果 首先呢 给这个飞机中间给它加一个这个空格 加一个这个空格 好 那么我们使用实体制服来给它加 下面呢 加一个这个空格 好 那么下面的这个也给它加一下啊 都给它们加一下 这个图标语这个文字之间呢 加一个这个空格 好 再来刷新 先把这个关掉了 现在用不到了 刷新 是这个 好 那么空格已经加上去了 然后来处理一下他们的这种加速的效果 首先是标题对吧 标题 H2 好 选中这个contact 进行号 contact 下面的这个H2 字体给它一共出体的这种显示效果 好 然后呢 来刷新 好 没问题 然后让这个字体呢 下边呢 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好 所以说给它加一个这个外边距 好 向下的这个外边距 给它一个25个像素 好 好 好 那么再往下呢 是这个文字 好 这个P段落 P段落之间呢 我们给它也来加一个这个外边距 好 好 那么40个像素的话感觉有点多了对吧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25个像素的航高 好 25个像素 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那么给它加一些这个外边距 好 Forebo对吧 Forebo对吧 Forebo 好 那么传送到当前页面 然后传送方式我们这里可以来定一下Post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呢 这个表单层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它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三个系统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姓名这一栏和这个邮箱这一栏呢 它是占用了多少呢 占用了这个 一半对吧 右侧的一半 一半的一半 那么就是6 对吧 6 好 这里是6 这里是6 然后下面这个标题呢 占用右边的这个整个了 那么可以给它看就是12 好 下面呢 同样的也是12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个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的话 它比一半多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看就是8 占用8个三个 OK 那么我们再来写 先把这个给它布局一下 DAV 第一个是占用了50%对吧 50% 那么我们给它加这个 cual-md-6 好 里面呢 有个这个文本框 input text 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 好 等于这个form 好 然后加一个这个提示语句 那么第一个呢 是这个您的姓名 对吧 看一下 第一个您的姓名 第二个您的邮箱 OK 没问题 好 您的姓名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复制一下 这个呢 是也是占用6份 然后呢 六个三个 然后它是这个 邮箱对吧 邮箱我们可以给它在这个表单验证 加一个这个 那么他就 email 他就可以给它进行个这个表单的验证 好 那么您的邮箱 好 然后往下 往下那是标题 标题呢 是这样用到了整个 整个右侧的右侧全部显示 所以说我们给它12 好 然后呢 呃 里面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提示语句 叫做是这个标题 好 然后再往下 是这个留言内容 对吧 留言内容 好 留言内容的话 我们用什么呢 用这个textarray来写 好 textarray来写 然后呢 先给它什么呢 先给它这个class 好 然后设置一下这个提示语句 那么留言内容 好 可以这样来写 留言内容 好 先这里来写 然后往下 是一个这个提交按钮 好 db 再用了这个八个 对吧 刚刚我们说的 看 长八个 因为它比一半要多一点 好 里面呢 同样的是一个 这个input text等于submit 好 class呢 是这个 一样的 对吧 一样的 class 默认的这个 默认的这个blastrup框架里面的这种样式 好 然后它的这个vlog值 好 提交 提交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效果 好 那么整个内容呢 基本上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下它们的样式 好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表单 好 表单模的什么呢 这些 啊 圆角效果和这个边框效果呢 都给它们处理掉 好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css里面呢 给它写一下 呃 我们直接先在这个 亮相器里面调试吧 亮相器里面的话 效果会更直接一点 对吧 更直接一点 好 我们 这个调试这个输框 点这个加号 好 它会自动给我们添加这个选择器 好 我们首先去掉这个边框 边框 然后呢 去掉这个圆角 好 圆角给它去掉 然后设置一下这个文本框的这种高度 高度的话 给它一个50个像素 好 然后呢 这个向下有一个20的这个外面距 好 20个像素的外面距 OK 来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么把这个呢 复制一下 放到我们的这个css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里的这个呢 给它这个input给它替换一下 好 因为避免它 如果网约上面有 比如说搜索框之类的话 它可能会影响到 搜索框 好 替换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处理一下什么呢 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 留言的这个文本内容框 对吧 我们这里可以发现它现在的这个提示的这个语句并没有出来 而且这个 嗯 里面好像这个高度还不够对吧 好 我们可以这样来给它设置一下 找到这呢 找到原因 首先这个提示语句不出现的原因的话 是因为我们这个text array中间呢 有空格 如果要想让这个提示语句显示出来 我们必须把这个空格呢 给它删掉 好 两个标签之间呢 没有内核内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rows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4 好 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有了一定的这种效果 对吧 有了一定的效果 好 但是它现在的这种高度的话 是这个50固定了 对吧 是固定了50 我们可以给它单独的这个 处理一下 好 单独的处理一下 我们给它下面的这个样式呢 单独的来处理一下 好 怎么处理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高度 等于out to 好 等于置试音 置试音的高度 那么再来刷新的时候呢 好 它就会变宽了一些 不会受到上面的这种限制 好 然后我们再来 再来制作下面的时候 提交的这种表单 提交这个表单的按钮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按钮 应该怎样来做呢 好 我们可以 省上元素 看到 那么 这个表单按钮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这个 input类型的 这个input 它的这个 呃 typ的这个属性的话 是submit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来进行选择它 对吧 选择它之后呢 给它添加样式 好 那么我们来 这样来写 好 还是这个contact的 下面的 什么呢 下面的input input 好 input 然后选择这个input里面 好 type值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ubmit 对吧 等于submit的这个属性 选择 然后给它加什么呢 加这个被检设 对吧 背景颜色的话 我们找一下 之前可能用到过 对吧 btn 就是这个颜色 按钮的颜色 同意一下 然后呢 文字的颜色 给它定义成白色 好 然后呢 肢体还可以给它一个 这个加粗的这种显示效果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效果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表单的这种按钮效果呢 就出来了 对吧 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这个鼠标移动上去的这样一个 呃 渐变的效果 好 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下 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复制一下 好 其他的这个可以多余的代码可以删掉 好 然后呢 再来刷新 呃 鼠边移上去 没有效果 呃 原因是这两个颜色值呢 都一样了 对吧 看一下这里 刚刚是不是复制错了 两个颜色值都一样吗 40 第二 第一 40第二 第一 好 可能这个颜色值的话 这里刚刚 设置错了吧 看一下 这种元素 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值 好 没有按的时候呢 是这种颜色 然后按下去的时候呢 是这个颜色值 好 直接复制一下 RGB的这种模式的颜色值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鼠标移上去呢 它就会有这样一个动画 动画效果 然后呢 把这个弹入弹出的效果呢 给它移植过来 对吧 之前使用到的这个弹入弹出的效果 好 三秒 三秒的这种处理时间 好 加上去 然后再来刷新 OK 弹入弹出 好 那么 这里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呢 还看到这个 师傅和这里没有对齐 对吧 没有对齐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和这个左侧呢 对齐 让表单和它对齐 或者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H2它是否上面有外边距 对吧 我们可以把H2的这个上边距给它去掉 好 上面距给它去掉 然后让这两个对齐显示 好 Marking Top Winning 好 地方加错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们两个呢 就对齐了 对齐显示 好 那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面这个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个制作方法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